在中国历史上,状元和驸马都是令人羡慕的身份,然而,有一个人同时拥有了这两个身份,他就是唐朝的正号,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原,相是第一层界员,会是第一层会员,电视第一层状元,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见识。 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,则是屈之可数,据史籍记载,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是唐武德五年人武科状元孙福家,而唐代则共有状元139人,五代时期的后两。 后唐,后晋,后汉,后州延习唐治,共有状元11人,宋代有状元118人,元代有蒙,汉状元共32人,明朝有状元89人,清代有状元114人,而最后一位状元也诞生于清朝,是光绪30年贾成科状元刘春林,他状元即帝次年,即光绪31年,慈禧太后即下诏停止科举, 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默科状元,这样算来,从唐至清末,共有状元503人。 此外,辽,今两代较为特殊,是以列明榜首的晋士为状元,故辽代有状元18人,今代15人,张献忠所建大西政权有状元1人。 太平天国有状元14人,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,是太平天国鬼好三年,女科状元傅善祥,这样加上前述的503人,中国十有状元,共551人。 很多状元都是寒门出身,都抱着鲤鱼跳龙门的愿望,改变自己的命运,但并非人人都能有权力状元,甚至终局都不太容易,这样的人,应该是风光无限,仕途顺遂,但事实却恰恰相反。 正好的一生,只做了三件事,吃饭,睡觉,骂宰相,为什么正好会有这样的遭遇呢? 驸马就是公主的丈夫,但听上去好像很高大上。 但现实中,驸马和小说里的上门女婿一样,除非有一个很厉害的背景,否则过的就是受气的日子,并且古代状元大多不是公主昭叙的最佳选择, 探花才是,了解科举的人都知道,科举最佳的三人,分别是状元,榜眼和探花,作为第一名,状元必然是比榜眼,探花更优秀的人。 那么,为何古代统治者在择序时,却被目标定在第三名,这里面牵扯到许多政治利益,首先状元自然都是才华横溢的人,但因为状元的头衔,所以当他们进入官场时,容易受到更多高官的拉拢。 古代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,某位考生如果当了状元,他与那一期科举中负责审题的主考官,就成了师生关系。 哪怕这位考生的知识,并非这位主考官传授的,但头衔间接上是他给的,两人的政治利益就会在无形中被绑定,朝堂上很多的政治团体就是如此形成的,在这基础上。 如果再给予这些状元外妻身份,无疑加剧了他们的权势,对于黄泉并非什么好事,榜眼大致也是这样的情况,而排在第三的探花,牵扯到的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,同时对比状元和榜眼。 考上探花的考生大多比较年轻,正值青春年少,作为公主的丈夫,无论才华还是年龄都相当般配,现代人总喜欢说寒门难出贵子,但他们不知道的是,在古代,寒门也是许多老百姓高攀不起的存在。 比起寒门,还有更高层次的皇族和释迦,释迦指的是在朝堂上发展超过数百年的大家族,这些哪怕到了隋唐开启科举之后,仍然是当官的主要群体之一,比如郑浩就是其中之一,而他考上状元后,就被唐宣宗看中,成为了万寿公主的驸马,只是这个驸马的身份。 除了有皇帝的因素,还与当时的宰相白敏中脱不开,因为他能当上驸马,就是对方举荐的,这对郑浩这样的官宦子弟来说,无疑是巨大的损失,古代男子如果当了驸马,往往因为皇族成员和朝廷官员这两重身份,导致统治者因担心驸马影响力太大,让男子无法在朝堂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这一位,郑浩很有可能要被排挤出朝堂之外,唐宣宗会选择郑浩,除了看中对方的才华,还因为万寿公主是他最喜欢的女儿,曾在唐武宗时期保护父亲免受武宗的威胁。 因此,宣宗做了皇帝后,才会越过找炭花做状元的不成文规定,为女儿选择一个状元驸马。 郑浩的父辈都是出世之人,祖父郑音坐到了宰相的位置,到了郑浩曾祖父郑县这一带,仍能担任刺史这样的地方高官。 郑浩的父亲责任江西观察史,职位虽然不算高,但他还有两个身份,国子建老师和太子宾客,与朝堂上的诸多大臣都有不错的关系,才华过人。 而且家是颇家,使得唐宣宗对郑浩非常有好感,于是就接纳了白敏忠的建议,给郑浩和万寿公主做婚配。 殊不知,郑浩因此恨上了白敏忠,因为对方这个建议,把他原来的好姻缘给毁掉了,郑浩原本可以有株连碧和白头相守的幸福婚姻,还能在多年后宰之天下,可惜都被白敏忠毁了个干干净净,难怪他会对这位宰相媚人恨之入国。 用一生的时间对其进行注定无用的报复,根据史书记载,郑浩成为驸马后,隔三差五就上书弹劾白敏忠,每次白敏忠遭遇非议时,郑浩都冲在最前线。 据悉,郑浩弹劾白敏忠的奏折太多,甚至装满了整整一个箱子,唐宣宗还特意将其展示给白敏忠。 以此表达对宰相的信任,在这段故事里,唐宣宗与白敏忠的君臣相得,被后世认为是千古佳话,只有屡次上书,却徒劳无功的郑浩,成了最大的小丑。 公元八百六十年,六十八岁的白敏忠,加授忠书令,地位愈发尊崇,他的门声孤立遍布朝野,声望之龙响彻宇内,同年秋,自知报仇无望的郑浩愤恨而死。 中年四十四岁,郑浩的悲剧给后世参与科举的学子们提了一个醒,自他之后,华夏再没有诞生过状元驸马,当然,状元驸马的绝技是多方面的因素,其中既有年龄的影响。 也有晋士们为了前途的考虑,首先,适合做驸马的一甲晋士本就不多,科举三年才进行一次,除了极少数的神童,大部分人在考中晋士的时候都已经二十多岁了。 而古人结婚都非常早,除了郑浩这样的少数派,大部分年轻世子在二十岁之前早已经娶妻生子,而具不完全统计。 古代状元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,基本上不可能和十六七岁的公主婚配,其次,从唐朝开始,朝廷对驸马做官就已经有了一定的限制,娶了公主后,基本上就很难再掌控实权。 到了皇帝与世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,限制外戚已经成为了朝堂的政治正确,对驸马掌权更是严防死堵,宋朝的驸马别说是载之天下了,就连管理具体事物的可能性都几乎没有。 只能沦为朝堂的背景板和吉祥物,一旦有驸马接触到了实权,立刻会成为朝中严官攻击的对象,哪怕皇帝拼命维护,最后也会不堪其累,选择罢免驸马的官职。 在这种情况下,才学出众,未来前途一片光明的状元,自然不可能去娶公主,否则就是自甘堕落,为读书人所不齿。 因此,民间故事中,陈世美做状元后,另娶公主的设定,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宋朝,眨美案,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构,事实上,不仅仅是状元,但凡是为此较高的进士,都不可能去娶公主,他们会竭尽全力,避免与皇家发生牵扯,甚至很多才华过人的年轻学子,会在考中举人后,便定下婚事,免得节外生枝, 被类似白敏中这样的好心人,推荐给皇帝,在这方面,明朝与宋朝没有本质的区别,文官集团对于外妻势力,始终严加防范,成为驸马便是自决于文官集团。 最后,状元驸马的缺失,除了世子们本能的反感外,皇家本身也未必有多愿意,毕竟像唐宣宗这样酷爱读书的皇帝并不多,大部分皇帝都把公主的婚姻是做笼络权贵的工具, 而状元虽然前途无量,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朝堂的小透明,公主婚姻这样重要的政治资源,用在出入官场的状元身上显然是不划算的,把他们嫁给薰贵之家的子职才是上上之选,最重要的是,薰贵之家和皇家盘根错节,联系紧密,即便是公主之尊在这样的人家里。 也很难作为作福,这样一来,夫妻双方反倒有可能和睦相处,彼此之间少生嫌隙。